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款帐篷的搭建的方法 首先把外带的拉链给打开 把帐篷拿出来 把绳子给解开 把内帐给摊平 把支架取出来 把一节一节的支架连接起来 对角先放好 然后帐篷的一端插入两眼扣的内侧 另外一端也插入进去 这个帐篷是挂式的 需要把挂钩挂在杆子上 把帐篷顶端的 系在杆子上 这样的话这个内帐就已经搭好了 现在我们只用把外帐披上去就好了 然后找到门的方向 把这个帐篷给披上去 先把内帐和外帐先稍微的固定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松紧可以挂在内帐上 这样的话这个外帐就搭起来了 然后呢 这里是可以放两根铁管的地方 把外帐的地方都放在内帐上 下方那里有一个松阳的地方 要是在外帐的地方 下面有一个松阳的地方 رو就搭接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松阳的地方 它是一架的地方 它是一架的地方 呢 再一个松阳的地方 很是一桿子 反正在这些地方 但是这两个松阳的地方 就是这里 可以放到内帐 太阳的地方 这样的话把地钉和拉伸固定好 那么我们这个帐篷就搭建起来了